这是一棵上盆将近两年的一棵朴树 造型还是比较怪异的一棵 关于它以后的一个摘动角度 我一直还没有考虑好 今天这一期咱们不是给大家讲修剪 而是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看看如何到时间摘动这一棵 会更好一点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给小白留言 虎树和鱼树一样 都是生长比较迅速的树种 根系也是非常的发达 咱们看一下 连盘面上面去了一点土 它的毛细根都已经露出来了 现在它的根部下面已经整个已经豹满 如果就按这个方位来摘种 把上面养出来一个冲林庄的话 这个冲林是不是就显得过高了一点 我的想法是 这边虽然是一个遮面子 但是把它将来往这边延伸 往这边养出来一个飘枝 然后顶部这里续养出来一个顶 然后收尾到这里再续养出来一个顶 这还只是我大体的一个想法 因为这些枝条呢 它的续养的粗度还没有达到 因此呢 现在还不能对它做大的改动 今天咱们就先把一些无用的小的枝条 先给它去除吧 无用的小枝留在上面也是空耗它的养分 现在已经不是养根的一个环境 顶部这里预留一到两个比较健壮的枝条就可以 像这些小的枝条都可以把它给去除 为主干上面的这些枝条都要给它清理干净 结巴也给它修剪的平整一点 到时间更利于它形成蚂蚁 土树的预核能力非常的强 像这些伤口不用对它们做什么处理 它们也会愈合得很好 同样的在收尾这里的这些杂乱的小枝 也要给它做一下清理 但是也不要剪得太干净 也要这个多余 多预留一些枝条 领域以后的一个备用 这里咱们到时间可以再续养出来一个下飘枝 但是这个部位的下边这里的过渡 咱们要把它给修剪一下 现在看起来非常的不美观 修剪的时间 我又把里面腐烂的部分给它修了一下 现在看起来比刚才要舒服很多 上面的枝条我还是多留了一些 其实这一颗从下到上整体的弯曲度 还是挺漂亮的一颗 好了 关于这一颗的一个修整 咱们就先做到这里 咱们就先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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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